奇異果是紐西蘭重要的出口水果 2018年更為當地知名奇異果品牌 創造了14.5億美金營收 他們與2500多位的奇異果農合作 起座面積達14000公頃 收購後經過品牌包裝 行銷推向世界各國 而當中的10%是由毛利人所栽種 英國政府羽毛利人在1840年簽訂回當地條約 也衍生了許多後續爭議 直到1975年成立懷當役法庭 陸續處理毛利人傳統領域的案件 也處理其他涉及違反懷當役條約精神的事件 1995年紐西蘭國會通過 賠償金錢與土地給毛利人 毛利人則利用土地信託方式 創造新的經濟價值 走進位在芒格努伊山的一處果園 這片佔地65公頃的土地 是由毛利土地信託所擁有 目前主要作為奇異果栽種農地 而這座奇異果農場 也是知名奇異果品牌合作對象之一 說成後農場將奇異果一知名品牌的標準作業流程進行包裝 而收購的部分收入則交由毛利土地信託 未來這筆錢將運用在推廣毛利的文化教育或建設上 全民主要的信託 全民主要有有機會 透过土地信托创造出可能的经济效益 毛利人不只投资在农场经营 在许多产业领域中都可以看见毛利信托的参与 他们最终将投资所赚取的收入回馈给各个部落 来作为毛利文化教育以及工作上给予最大的支持 原事新闻256纽西兰芒格努一山采访报导